新租民唱到好天的歌曲 表演精彩的古今演奏 以及家鄉传统好众的作秀 对了代表心中的欢喜以外 当时也是对台湾国提三人签票 表达十二万分的赏议 女儿嘛能够到这边来 体验一下这个高铁 赠送这个高铁票 让我们这些没有 就是尝试坐高铁去坐营 高雄的坐营 然后出游去玩 人家管理的新租民 多数都是来自经济做社会上 尤其妈妈在家庄医院沟通也有困难 所以可以做的工作有限 基本没去想有一天可以出外路由 不过经由爱心志工的协助 是让他们提到台湾国提 赞助的国提来会签票 我们掠尽棉博之力 来完成他们的新月 所以我们来赠票 希望他能够来感受台湾人情的温暖 也感受到台湾最新的交通工具 是那么的方便 那么的快速 拿到向真心的大型高铁车票 大家的心情是相当欢喜 因为平常是都要照顾家庭 负担出来的经济 不要说是坐高铁 连要坐会车的机会也很少 所以有了台湾高铁的赞助 没有让他们可以提案高铁的便利性 也将台湾的美丽跟人情味 因为我们记得胜过来 从家来那么久 就很难得去那么远的 所以现在我们有高铁公司 对我们的照顾 我们很高兴也很感谢 不见得每个新住民都可以搭高铁 搭高铁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搭 尤其是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 或是新住民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搭高铁 体验一下不同的交通工具 然后体验到高铁他们的大爱 让他们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福利 台湾高铁这边的新住民 大家都是穿完感恩和欢喜的心情 相信坐高铁 情侯高兴的这座路由 一定可以让新住民 都拿下美好的影响 我们要去高兴玩了 现在我们组组长报导 介绍这些